一大早 好了好了 从北京去散阳了 2021年1月8号 在疫情过后呢 其实以前没有结束了 但是我还是踏上了 我2021年选记的 第一次室外滑雪场 这次室外滑雪场 我们到庞村农家庭 看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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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给大家看 东北的材料 吃完感觉 跟没吃一样 菜完还能再卖一次 是谁选择北大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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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北大福看 网上的评论 雪智是非常好 然后啊 相对来说 雪场的管理啊 什么都比较有些 你们吃过雪场吗 完全不一样 我怀疑我曾经吃的是假水 北大福还是比较推荐 都要住在民宿里 尤其是有记卡的朋友 民宿还是比较便宜 然后老板一般都会提供 接送服务 哈喽 田哥啊 陪田哥上初级道 今日第一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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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人很少啊 你看这个雪基本上 就没被滑过 真棒 这个初级道还是挺长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做那个 哪个 下边的人 这次出来 分别跟两个新手一起滑 然后也是各交了他们一天 两个半天的时间 那这个滑了三年的 和滑了三天的 好像交出来没什么事 我妹子的话 北大福总体还是比较适合单板新手的 包括北大时光前面的H锁和E锁 都是比较适合新手的 但是呢 大家注意滑票的时候 分清楚全日票和出学道的票 北大福身体下部的雪道 变得比较宽 比较宽 然后难度也还适合 像我刚刚说的 你才说到 既适合新手练习的同时 也很适合进阶的一些技巧啊 包括一些动作练习 南楼山顶是我非常推荐的呀 它应该也是整个东北海拔最高的 编车可以到达的山顶 如果天气好的话会非常漂亮 山顶上会有雾松啊 还有别的啊 总之风景就会非常好了 刚凉道应该是北大福 比较有代表性一条雪道 虽然上去的方法稍微有点复杂 需要先从一锁上到顶之路 然后往左手边走一段 然后到达地锁的下方 我们再乘坐地锁到达最高点 刚凉道的特色就是前半段会比较高 然后雪道会比较窄 也会比较冰 但是呢中间会有一段 如果你是中午去的话 会有一段完全没有人压过的面条腿 非常适合想要练习刻画的满满推 当然了 付出的代价就是前面那一段 比较陡比较冰的篮道 因为刚凉道一般是中午12点还会开放 所以那个时候去 相对来说要比早上8点钟一大早去开队 来得要十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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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